五天節目帶來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楊世光 在五個小時之後 這個葉倫將會代表FED 針對三月份的利率會議 做出重大的拍板跟決策 同時在禮拜四 我們要觀察包括了 像日本央行的動作 以及荷蘭的公投大學 所以在明天晚上 我們九點鐘的時間 這個團隊會非常辛苦 我們會做出一個Live直播方式 來為大家服務 包括了FED 公佈利率決策之後的 二十小時之內的市場反應 另外有關於歐洲的一個荷蘭的大選 它的結果如何影響 整個歐元跟歐盟未來的一個發展 跟這個未來的機會 所以我們明天會特別做一個專題 來做一個掌握 一起幫我們持續鎖定 明天晚上九點的金錢報 用Live直播方式 那我們今天要觀察兩個問題 都是美國的 為什麼 因為今天晚上美國FED應該會升息 這升息機率已經幾乎到百分之百 可是在過去這一週 我們看到美國的高收益在 就是一般我們所直觀認為的垃圾債 這個價格出現大幅度的一個下修 特別是三月份這兩週 資金大幅的撤出跟贖回 使得整個高收益債的價格 在短短的十天之內 把今年的漲幅全速吐回 觀眾朋友注意到 上禮拜我們做過油價 油價也是五天之內 把今年漲幅全部吃掉 現在我們看到高收益債也用不到十天時間 把今年的漲幅全部吃掉 一個一個來 商民中心的核心原油 到債券市場的領先指標高收益債 下一波會不會輪到金融市場的修正 這是我們先要做觀察的 另外我們觀察美國 美國的商業不動產出現了非常大的一個新的危機 隨著實體經濟的沒落 加上過去幾年美國房地產價格大幅的走高 可是這個租用者的報酬率卻不斷的降低 使得目前美國的商業不動產 出現新的一波房地產泡沫破滅發展的趨勢 所以怎麼做觀察 我們今天特別請到三位來賓 我們先看高收益債 再看美國現在的商業房地產 到底怎麼了 第二位請教的是資產分析師 葉俊敏 第二位請教我們資產財記者 丁萬明 第三位請教我們分析師 坦克爺 我們先進行金錢報 帶您瞭解金錢背後的故事